我国疫情稍有回落 今天新增5586宗确诊病例 是第五天维持在5000以上水平 同时今天有60人染疫身亡 是过去7天的新低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例行文告 雪隆两个州属的确诊数字 占了全国病例的一半 共2840人染病 森美兰疫情趋缓 新增501宗病例 其他州属方面 沙拉越513宗 马六甲380宗 柔佛312宗 玻璃室则没有出现病例 不幸的是 重症患者有上升趋势 886人在交互病房接受治疗 当中446人需要呼吸器维生 与此同时 全国今天新增17个感染群 职场感染群最多达到9个 雪兰额肝榜双西八高工业区 感染群最为严重 190份检测结果 就有134人染疫 好消息方面 4777人康复出院 目前活跃病例有 61395宗 感染群最后 非常驳 感染群最后 非常轻轻